習近平首先表示 江澤民同志因病搶救無效 於今日在上海逝世 我們沉痛悼念江澤民同志 將化悲痛為力量 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正式場合上親口證實 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病逝訊息 中國各政府機構官媒 也火速把官網頁面全換成黑白 所以凸顯出江澤民在1989年 六四天安門之後 掌權整整十三年的特殊地位 同志們辛苦了 辛苦了 儘管早已離開中南海權力中心 不過江澤民主政時期 對兩岸之間的交流影響巨大 國對是一個樂觀主義的 我相信這麼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 最終肯定我們會同意 更有人形容江澤民 和當時臺灣總統李登輝交手 是兩岸交流最有戲的一段 雙方曾經在一九九二年建立秘密管道 最終促成了一九九三年的古王會談 並留下九二共識 這個到現在都還深深牽動兩岸的政治遺產 不過後續雙方信任破裂 關係又急轉之下 江澤民一度向臺灣東岸海 射飛彈威嚇更放話台海必有一戰 儘管近年來江澤民書由頭打眼鏡的標準造型 一度讓他成了梗圖被形容成蛤蟆 然而當習近平掌權之後 江澤民又成了民眾無比欣賞懷念的人物 中國許多網友感嘆他的辭事象徵一個時代結束 尤其現在正直敏感的白紙運動 江澤民李氏是否會像當初前領導人胡耀邦辭 辭事一樣掀起新一代六四事件重演歷史 也只有時間能解答 三新聞有恢復報導